第十五届世界梦逸文字书法大赛 第十五届世界梦逸文字コンテスト 台湾参赛明信片书写说明 台湾用応募派描きの書き方 第十五届世界梦逸文字书法大赛 是由国东半岛爱创生联盟所主办 大分县政府 国东市政府 大分县教育委员会 台北驻福岡经济文化办事处等众多单位协办 国东市位于大分县 是日本遗产鬼成佛的故乡 在国东 鬼能带给人们幸福 像是常年的好朋友一样 本次世界梦逸文字书法大赛 将由国东市的吉祥物Sachikun 陪我们一起参加哦 新的一年让我们把自己的梦想或是目标 画为一个汉字书写在明信片上 和日本朋友一起迎向充满希望的未来吧 建议活用学校内外资源 请会日文的老师家长帮忙 或是可以扫描这个QR Code 看Tanko日本文化署的影片自学哟 首先让我们看看要怎么用日文写明信片参赛吧 参加比赛 可上日本官网下载台湾参赛用明信片 直视书写 不需加贴邮票 所有的项目都要自行书写 不可让别人带笔哦 按照惯例 今年也是上官方网站下载明信片电子档 记得请影音店用A4明信片纸张印刷 一张A4可裁成四张明信片 那我们就开始写咯 首先为了整齐美观 请在中间画一条线 接着第一步请照抄邮递序号 收件人 收件人地址即可 接着要写上的是 寄件学校的住址以及电话 这边我们是以淡水国中的地址为例子 大家要记得写下自己学校的地址 不要写错了哦 这边大家要书写的是 就读学校 年级 姓名 与邮递序号 要特别注意学校及年级的写法哦 因为这是日本主办的比赛 为求公平起见 选择汉字的理由 必须完全以日文书写 不要太紧张 大家可以请日文老师或是家长教一下 或是看影片自学哦 将今年的梦想或是目标 使用一个汉字来表达 将这个字用毛笔直接书写在明信片背面哦 选定汉字的理由中 由以下颈部影片可以供大家参考 直接扫描QR Code 在影片中学习到的句型 我们可以直接套用进去哦 团体参赛报名表 每个学校只能使用一份报名表 由同一人负责汇整名单与作品后 记到台湾事务局后 即完成报名手续 团体参赛报名表的填写方式说明 记得要填入机关或是学校的名称 以及联络人的姓名 还有机关、学校的住址 电话也不要忘记了哦 此外 请填写总共参赛的人数 记得要填入正确的栏位哦 当填写团体报名表时 会有一个栏位需要填写中文姓名的 日文拼音 大家可以扫描画面中的QR Code 观看世界梦义文字使用教材6 中文姓名转换为日文拼音的方法 最后 左上角要记得写报名表上面的个人号码哦 我们再一起确认一次 这些步骤你是否都完成了呢 再次欢迎各校参赛 有任何问题 请私讯我们的脸书 或是IG粉丝专页与我们联络 拜拜咯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